本节课主要介绍网球运动的特点和运动价值 网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运动之一 作为一种时尚健康的国际体育运动项目 正成为现代人提升文化素养 参与社交礼仪活动的高端品质生活方式 网球运动是一种没有身体接触 且极富社会和娱乐价值的运动 不受年龄的限制 也不受性别的影响 其运动中千变万化 能使人一拍在手 享乐无穷的乐趣 因此近年来 网球运动深受社会大众的喜好 值得广为推广 成为终身体育运动的项目之一 让我们一起了解网球有哪些锻炼价值 网球运动是一项以有氧无氧运动相互交替 但以有氧运动为主的一项运动 底线的对拉及底线两侧来回奔跑 或往前的救球需要有比常人大的肺活量来支持 经常进行网球运动 可以使呼吸系统机能得到改善和提高 能有效地增强人体的摄氧能力 身体素质是身体发育状况和生理功能状况的综合表现 坚持网球运动可大大提高速度、力量、耐力、油韧性、灵敏性等各项身体素质 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发展 网球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运动 网球场上变化频繁 面对出现的各种场面 沉着冷静 在比赛中高度集中自己精神 每球必增 如球员的心理品质良好的话 就可以赢得下关键分 反之则可能一败涂地 因此网球运动也是一项致力对抗运动 经常参加网球比赛 有助于锻炼意志 培养自信和临危不惧等优良心理品质 提高人的社会交往能力 打网球可以使你身心放松 释放压力 体验运动带来的快乐 在网球运动中 可以通过分析对手的特点 从而制定战术取得胜利 提升自信心 网球比赛注重礼节 所以经常进行网球运动 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形象 不仅锻炼意志 同时可以强身健体 通过沟通切磋球技 可以进一步增进彼此的友谊 结交更多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